芝麻拌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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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的凉拌菜 材料簡單 蔬菜又好 營養豐富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芹菜 你用西芹其實也可以 芹菜味道會比較夠一些 芹菜、蒜末、熟的白芝麻 或是黑芝麻也行 芝麻比較香 然後胡蘿蔔絲、鹽、糖、香油 還有少許的白胡椒粉 這個要涼拌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燙過一下 把它燙熟 燙的時間不需要很長很短的 這個水開下去一下就起來了 我們燒一鍋開水 然後因為這個青菜你燙了之後 你要馬上把它溫度降下來 這樣子青菜吃才會脆 才會濾 才不會弄得黃黃的不好吃 這個水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等它大滾 只要溫度夠就可以了 我們來把它稍微燙一下 軟化殺青也殺菌 把它這樣稍微燙一下子 不要太久 這樣就可以了 趕快撈起來 然後把它泡到冷水裡面 它很快就軟掉了 你不要想說 哎呀 要水滾了才會熟 不是這樣子的 你只要燙過就好了 燙過就好了 然後你要找一個熟食用的砧板 乾淨一點的熟食用的砧板 然後好 像這樣子我們把它瀝乾 切 不要切太短 稍長一些些 這個末端就可以不要 放到容器裡 好 那就像這個胡蘿蔔的話 一樣也要燙過 剛忘了燙 我們再把它燙一下就可以了 這胡蘿蔔切細絲也很容易熟 我們只要稍微燙一下 有過個熱水讓它軟化 主要是要軟化跟殺青 讓它定色 這個我們也只要稍微燙一下就好了 一樣把它弄涼 過個冷水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有冰水的話 你用冰水那當然是更好 更快 好 豆炭好之後 這樣就可以了 涼了把它泡涼了之後 就可以了 我們把蒜末放下來 涼拌菜你要有大量的蒜末 才好吃 然後少許的鹽 少許的鹽 糖要比鹽多一些些 大概是鹽的1.5倍這樣子 然後白胡椒粉 接下來 香油就是麻油 油稍多一點 放麻油稍多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蔬菜 這個比較硬 它比較粗一些 纖維比較粗 你多一點油 吃起來會比較滑嫩一些 感覺會比較滑嫩一些 那麼芝麻油呢也比較香 拌勻了之後呢 我們最後 再來放這個白芝麻 熟的芝麻 芝麻你可以放多一點 因為香 香 雖然你有放芝麻 芝麻油 但是你放芝麻這個不一樣 你咬的時候 咬到那個芝麻爆開的那一剎 那就比較好吃 好 我們把它這樣撈起來 這東西你可以把它冰起來 冰過之後 冰冰涼涼更好吃 芝麻拌芹菜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拌好之後 顏色也漂亮 然後也好吃 你可以把它拌起來之後 冰在冰箱裡面 涼涼的你隨時要吃都可以 這是今天教各位做的這個 芝麻拌芹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